有些 刚开局势现在几分之7比3 现在保卫者AZ这边 暂时领先了三分 现在李斯南已经偷家了 通促到 两个背身偷得非常的漂亮 还是被小房的人给发现了 击杀掉了 看一下这个意义的狙击 主到这边应该是 现在主到这边 暂时是被AZ给压制 Nice也是一个偷家 这边经过马上听说 两连杀 意义的狙击非常的快 三杀非常的Nice 是的 我意义的狙打的还是挺保守的 从边楼下来 卡一下这个 原点 那边李斯南又是一个负面的双杀 现在蛇格已经是从副道 偷到了 潜伏者的基地 是的 马哲现在应该毫无是没有任何施展的余地 他始终是 蜷缩在自己的出口处 这一枪空了 我现在被伊文击杀掉 马哲被伊文击杀掉 看一下BICE 大家只要发送短信 AK加留言10660122677 与我们的小宇进行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一件AZ全队签名的参加 CFPL亚洲邀请赛的战袍 是的 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是两只冠军队伍中 你更喜欢谁一些呢 或者说是更看好谁一些呢 李斯南又是一个极强的三杀 小宇 现在暂时这刚开局AZ这边的主导压的是非常的凶啊 除了可以发送短信获得我们刚才那一件衣服的话 有机会获得那件衣服 还有更可能的是 每发送短信的话 我们的小宇还会发送返还给你CTK 珍贵的紫罗兰AK跟紫罗兰M4 是的 这个伊文的这个一箱穿点 还是被马哲给低下掉了 伊伊的主导鞠一直在存活 可以说现在这边蛇哥在负面打的是风生水起 已经是12个击杀了 是的 现在主导 IG的主导好像对伊伊这杆鞠还有亮亮 应该是没有任何办法 伊文已经转战到了中厅来协防一下主导 是的 现在选主主IG这边要主压主导了 看一下他们主导的正面交火 这个伊伊这个主导鞠打的是非常的舒服 前面永远只有机枪手在给他拉枪线 后面只要补鞠就可以了 是的 果然蛇哥在这边打的 负面打的风生是四连杀 五杀有没有 差一点 蛇哥这个负面今天手感打得非常好 是的 现在是50比27 李四男自己压到了这个密道的位置 手机手机要不要尾号0985的是一共多少件衣服呢 一共我们有五件衣服 今天会送出一件的 是的 只要你发送转身就有机会受得 李四男的这个偷家呀 四连杀 哇 还是被做掉了 已经非常漂亮了 这个稍后的当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小宇会公布我们的重奖手机号 稍后会有工作员跟您联系 是的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两支冠军队伍中 你更喜欢谁一些呢 现在场上比分是60比36 刚开局啊 60人就已经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是的 这个AZ这个沙门ETD真的是非常强好啊 嗯 能把AZ在刚开局压到这个比分 打得如此的惨烈 哦 是的 我说AZ这个战队不可小视 嗯 尤其是他们挺进了一个这样一个通漫年轻活力的自己手车以后 嗯 现在马车的机器已经上到了边楼的位置 三杀了一跤 四杀 哦 还是爆头 还是黄金爆头嘞 是的 哦 差一点 这两枪没有拘到 嗯 双方都没有再阻挡风起烟雾的意思 就是要正面跟你磕枪 是的 更喜欢谬谬啊 哎呦 谢谢 谢谢 没有没有 我想采访你一下 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你是怎么样的感想 嗯 那个表面很战定 那天还是非常开心的 是吗 是的 那你呢 是不是有点小点的逼着远 哈哈哈哈 今天我不跟你一般介绍啊 我是一个男人 怎么能跟女人一样呢 对不对 嗯 对 现在场面比分数六 八十比五四了 拉开了二十五个人头了 二十六个了 嗯 有点像小三十的节奏 嗯 是的 手机135尾号0535的人 我喜欢的是 IG小胖最帅了 一吨 看去了 一的局打得非常的舒服在边楼 是的 已经三杀了 这边 马哲这边又是一个 十八 又是一个三杀 四杀 十八 是的 拜斯特今天 IG这边的拜斯特 是没有 今天没有发挥出来啊 上周的这个拜斯特 各种是五连杀六连杀的 现在这局打的主盗 应该是被 主盗这边是被 AG牢牢的控制住 这边已经没 IG应该是没有任何办法 去攻占主盗了 所以他们应该换一下 从-2打中厅 再配合主盗的队员 再进行一波轻角 是的 现在IG这边打的是非常的被动 节奏已经完全被 AG这边给掌握了 现在AG这边有三能队员 已经是杀了二十多个 看一下 以四男的视角 哇 漂亮 M4雷神 又跳了下来 这个空向还是被 G杀掉了 三杆江洛是吧 是的 说到这个 我想跟大家 四杀哥 你觉得这个空向 前面就有个 5-2 跳下来 就是跳主盗的时候 你觉得下边人打 上面人好打呢 还是下边打上面比较好打一些呢 上面打下面比较好打一点 我觉得下面打上面比较好打一点 好 那咱试一下吧 因为比较好控枪一些吗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从上打下是一种很好打 因为头在上面 嗯 从下往上描的话 先打的是我的脚 所以我打了来 先打的是我的脚 嗯 现在场上比分 这个AD已经过百了 104比77 还是拉得这么大 这个AD这边要尽快调整自己的节奏了 我们这边你看EA这个比 哇 EA那G要不要这么快啊 现在主导还是依然被AD这边牢牢的控制 是的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我们的比赛的同时可以用手机编写短信AK加留言发送到10660122677 发送短信就可能获得我们的CDK更有机会获得我们的AD战袍 是的 那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两支冠军队伍中你更喜欢谁一些呢 更支持哪个呢 可以与我们的小编联系 嗯 EA这边的局局果然是太快了 哦 现在方便一个人在中厅 中厅两个人 这边18又是一个三杀 是的 18的主导应该是要 现在EA这边的两名中厅选手已经转到了密联的位置 有一名对手有一名选手正在进行辅导的抠加 那是跟李斯南在负面教训的活 是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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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局真是哎呀 非常的快 又快又准啊 嗯 今天手感真的很不错 嗯 是的 打的也是比较稳 比如说前一天主刀我没有人的话我就不站前点 我在后点跟你去 四杀了也就无杀 哎呦 太帅了 这个顺境 今天手感真的非常好 嗯 是的 这边你看李斯南又马上 李斯南从中厅马上又转回到了 转到了主刀 转到了主刀 然后偷到两个背身 是的 主刀那边一旦放空中厅马上就跳来支援 是的 那你永远过不了主刀中厅半卡的位置 是的 现在方密一个人在后点 偷他的背身 这个偷家还是被击杀掉了 现在是nice的两连杀 看下nice的视角 这个nice在这个TB中应该是打得非常猛的 嗯 现在中间是被这个IG这边占领 亮亮四杀 漂亮 亮亮主刀一波四杀 直接IG送回了老家 是的 这个IG这边打得有点着急呀 这个你既然占领的中厅先把这个中厅给控制住 不要着急去补主刀 对 两名队员这个打太着急了 两名队员直接从中厅跳向主刀了 哎呦这具有 马上很快结束的样子 是的 现在比分142比1 114了 比分压差距太大了 嗯 IG已经5杀了 咱们继续看一下IG的视角 6杀 7杀 最后一个是不是让给IG呢